我們現在請楊順恆先生 張先生 請問楊順堂先生 輪到我 第一個問題 林須苑局長說不公平公正 我有個問題 為甚麼這麼多人進來 我們是排隊進來的 為甚麼這麼多人進來 是沒有票的 是他們怎麼進來 是否排隊的 是否公平公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看到現場 這麼分化 很多各種政法意見 這麼分化的意見 為甚麼會形成呢 為甚麼會呢 是香港政府搞出來的 如果沒有這個泰寶機制 怎麼會使民增加呢 如果泰寶機制是怎麼會增加呢 如果大家不正反 搞得這麼緊要呢 大家會和諧 需要這個泰寶機制做甚麼呢 第三個問題 這個泰寶機制是否需要呢 不需要 選舉是公平的 一人一票 你有條可以選他 你不喜歡他 要說他不對就不要選他 為甚麼要 這是甚麼漏洞呢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漏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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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多漏洞呢 這是當然的 你沒有這個題目 其實就沒有事 沒有這個題目 就是大家 市民一特 商安無事 你這個題目的題目的問題 是違反 違反 違反 法律 違反 基本法 好 對 違反人權 好 香港政府搞出來的 這是香港政府呢 搞到香港市民 沒餅乾的食物 現在再搞題目的題目的題目的 搞到全香港 除了你們有東西吃,你們排隊 你們入場也不用排隊,是嗎? 又有愛才吃 又有愛才吃 你們是誰 這派對普遍大民流動